KTV 我第一次出台在KTV 後來又得了腸病 那就壞了 客人又不喜歡 又賺不到錢 然後我就離開了KTV 然後去學了按摩 我第一次看到KTV 是一個陰雨天 她低頭站著 身上背著一個書包 頭髮又長又黑 她穿著一條藍白色的裙 剛好裙角又黏了泥 那時候我剛好抱著幾百條新買泥 床單、毛巾 真的很重 但那些門口的同事 就好像裝得不認識我 而在這個時候 就只有她 跟這頭 然後走到你跟我說 我幫你 謝謝 你叫什麼名字? 海玲 大海的海 玲 玲 玲 一用就嶺那個嶺 我叫周梅 後來有一天 我看到海玲在後門打電話 聲音聽起來好像在哭 你不想買樓給海華? 你不想搬去城裡面嗎? 我考慮了這麼久 看過太多女人 我做了這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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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海玲不讓我第一額的 其實也是為了 她絕對不會生任何事 吃西瓜 謝謝 喂 剛才做什麼? 沒事 海玲其實還很小 她和我妹妹一樣大 我妹妹現在在讀書 但她在這個時候還要出賣自己的身體 我看著她由人宰割 一聲都不出 我真的越想越想保護她 在骨牆不會讓KTV好得去哪裡 來得這裡有幾個是有錢人? 想賺錢就要量子 所以我就這樣告訴她 你的腦子真是硬碰碰 你既然這麼需要錢 你為什麼不學一學我? 來這裡尋寬作樂的人 有多少個是好人 騙他們的錢又怎樣 你怎麼會這樣? 周姐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還是小心點好 我不想你有事 你 傻妹 其實我真的很想她跟我一樣 但是 又不太想 在那差不多兩年的時間裡 我已經換了好幾個男人 但是她呢 她仍然這麼硬碰碰 那一年夏天 南州好像每一天都會下雨 我呢 坐在一個店裡 哇 快悶到要睡著了 在這個時候 我突然聽到 外面好像有些人在說 啊? 我在江湖公園那邊 如果你也往那邊走 我可以把你送到家 那...那... 什麼啊? 我就住那附近 麻煩你了 謝謝 謝謝 我輕輕地看了一下外面 看到有兩個人擔著白姐走過 那條藍白色的碎花裙 特別顯眼 是海靈 她的臉上也是雨水 頭髮又濕了 特別浪漫 我真的沒有她的苦 傻妹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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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